前段时间,谢霆锋母亲迪波拉的聚会里来了好几位老牌明星,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传奇歌星徐晓凤。 之所以称徐晓凤是传奇歌星,是因为他是从理发小妹打拼到乐坛大街头的第一人,而且港圈大佬刘德华、周润发等人都曾在演唱会上对他行归办理。 徐晓凤出生于湖北,想的时候被家人带到香港,为了照顾家里的生意,徐晓凤中学没上完就出学了。 除了给家里帮忙,他还到美容美发店上班挣钱补贴家用。 16岁时,理发小妹徐晓凤在朋友的窗户下一起参加了《香港之音》的歌唱选秀。 朋友落选了,他却冲向了冠军宝座,但父母却反对他进娱乐圈,直到徐晓凤成年后,父母这才放心让他进入娱乐圈发展。 稍微有点名气以后,徐晓凤开始为影视作品唱主题曲。 比如《包青天》,《女生版》正式由徐晓凤演唱。 29岁那年,徐晓凤跳槽到了心力唱片公司,由此迎来了他事业最辉煌的时期。 最红的时候,徐晓凤曾上杂志演电影,也曾在澳洲开演唱会作物训席,还一连拿下安个白金唱片奖。 同时,徐晓凤手里还握着香港乐坛的许多第一个,他是第一个远在湘江那头露播,破例不用到现场上春晚的明星。 也是第一个在香港红馆开演唱会,尝试掉威亚的女歌手。 43岁那一年,他一连开了43场演唱会,打破了各路歌手在红馆开唱次数的记录。 这样传奇的人物,感情经历却神秘而空白。 大半辈子单身的徐晓凤在56岁的年龄再度复出,65岁还继续开唱,曾经有人拿着50万的字条求爱,依然被他拒绝。 如今的徐晓凤已经是作用20多处房产的宝足谱。